第八十八集 圣母亲一个人坐在花厅里 静静地待了好一会儿 抄家抄走了一部分 大理寺说把东西还给了沈家 其实沈家真正得到的 还没有原来的十分之三 打点王公公那儿又去一大块 沈真停止 俸禄依旧发 可这毕竟是杯水车薪 家里的经济状况的确是大不如简 但不管怎样 欧阳先生跟了沈真一辈子 领老了 虽然不能够依井还乡 可也不能就这样空手走吧 更何况他还是知道 白纸房那边寻井的人 沈母亲站起来 吩咐丫鬟叫百慕帮他背车 自从那天沈母亲 把百慕留在身边之后 大事小事一直在用他 梁济民几次委婉地提起 想让他重新回去给他当随从 他只当是听不懂 没理会 百慕是做过沈真身边人的 眼孔自然也就跟着大了些 根本不愿意跟着梁济民和他那些只知道吟诗作画朋友的小丝们在一起吹牛 自然他也装不知道 不是应了沈母亲的拆事出门在外 就是缩在家里睡大觉 很快 丫鬟就来回话说 车备好了 沈母亲回屋披了一件披风 让跟回来的英风和明霞在屋里等他 一个人去了二门 百慕正拿着一个马鞭 有些百无聊赖的等着 看见沈母亲一个人出来 正了正 但还是很快的神色迷速搬了脚凳放在马车旁 沈母亲看了看周围立着的小丝 低声道 你随我去就行了 其他的留在家里 百慕还要说什么 沈母亲已经自己踏着脚凳上了车 他想了想 最后还是照着沈母亲的要求 坐到车员上 出了神府 沈母亲道 我们去白纸坊 百慕愕然 去白纸坊 这个时候 只怕回来的时候城门要关了 那你就快点 沈母亲并没有听百慕的劝告 百慕只得应了一声 扬边催马 马车就咕噜噜的跑了起来 刚要驶出胡同口 突然一个小孩子跑了过去 百慕一惊大叫了一声淤 勒了马江 马儿发出一阵慌乱的死命 不安淡跑着前提 好在马车本来就跑得不快 剧烈的颠簸了几下之后 就停了下来 百慕第一时间朝胡同口望去 那个小孩子已经跑得不见踪影 他不由的长嘘了一口气 转身问车内的沈母亲 孙少奶奶 您没事吧 沈母亲上了车 就一直在思索着 到底给欧阳先生多少遣散费的好 突然间 马儿思明 马车俱力的颠簸了几下 他失去了平衡 下意识的伸出手去抓住了身边的雕花围栏 可就在这个时候身边的围栏突然被掀开 一团带着冷意的黑影朝他扑了过来 沈母亲大吃一惊 正欲回头看 已被人抱在了怀里 把口给捂上了 慌乱当中 他张口就咬在了捂着自己的手上 捂住嘴的手被咬 却并不松开 贴着他嘀嘀地道 真是一只猛老虎 语气很不满 却带着隐隐的细腻 然后他又闻到了一股好闻的松柏香 感觉到了绵长的呼吸 热乎乎地扑在了他的脖子上 沈母亲安静下来 身子软软地依在来人的怀里 暗示着自己的配合 捂住他嘴的手果然就松了些 沈母亲趁机爬下了捂着自己的手 潇洒你搞什么鬼 转头在幽暗的车厢里 看到了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为什么不见我 语气里含着压抑不住的怒气 沈母亲愣住了 他什么时候不见他了 三少奶奶您没事吧 百慕有些紧张的声音 透过车帘传进来 沈母亲望着眼前的这个人 心里一须 没 没事 我们快去白纸房吧 百慕应了一声 马车重新启动了 你为什么不见我 潇洒的质问 再一次滴滴地在他耳边响起 暖暖的气息柔柔地萦绕着他 让他有片刻的失神 我去找了你好几次 汪妈妈都说你没有回来 潇洒怕惊动了摆目 贴着他的耳边窃窃私语 我又去了梁家 结果你也不在梁家 话说到这儿 他突然把他从怀里推开 亮晶晶的眸子死死地盯着他 你为什么不见我 原来如此 汪妈妈的欲言又止 是不想让自己和潇洒再接触吧 沈不清嘴角微堪 想要向潇洒解释 抬眼却看见了他那双 对他毫不设防的眼睛 盛满了真诚 盛满了毫不掩饰的愤怒 却让人感觉这样的亲切 他的话到了嘴边就变了 男女瘦说不清 我不方便见你 你有什么事 可以跟老爷说 万一觉得不方便跟老爷说 也可以跟我相公说 潇洒张口结舌地望着他 目光中全是不解 盛琴突然想到了 以前自己养的一只小狗 不管多晚回到家里 他都等着自己 一打开门 就会看见他歪着头 站在寂静的黑暗中 静静地凝视着自己 好像在问 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那个时候 他一心只想着通过别人 来证明自己的优秀 哪里有时间去体会他的寂寞 日复一日的忽视 小狗得了病也不知道 最终没能留住 这才冬日里给他温暖的朋友 既然不能全心全意地带他 就不能给他希望 沈不清渐渐地平静下来 他朝着他微笑 你那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 语气中没有朋友的亲民 只有淡淡的梳理 潇洒慢慢地坐直了身体 脸上就有了岩石一般的刚硬与冰冷 我有了沈月荣的消息 沈不清掩饰不住惊讶 你怎么找到他的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人还好吗 他一连串的提问 让潇洒的眼底有了一丝落寞 我找了一个机会 问了戴桂 他缓缓地开口 看他的眼神非常的奇怪 他告诉我 他十四岁的时候 有一次在追打高丽人时 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因为没有袋子 后来落下了残疾 以至于走起路来 微微有些薄 沈不清正愣地望着潇洒 家里很希望他能和沈家联姻 但又怕沈家嫌弃他补足 就找了一个 和他面容十分酷似的戏子 沈不清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他紧紧地拽皱了潇洒的衣袖 哆哆嗦嗦地道 那 那戏子 潇洒低头望着 拽住自己衣袖的 那白皙晶莹的手指 毛子如被乌云遮蔽一般的 漆黑一片 我们一起去找了那个戏子 发现他早就不在戏班了 潇洒的声音很矮板 不带感情地叙述着 不仅他不在戏班了 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 两个师兄也不见了 我们又派人沿着京都到太苍的驿站去问 结果发现 就在沈月荣失踪前后的一段日子里 太苍附近水湾驿站 曾经接待过郑国将军 辽东总兵任郑四平指挥 他还带了两个贴身的随从和一个丑气 沈木青的脸色苍白如指 而实际上 而实际上那段时间待跪 根本就没有出过精 潇洒 听着芝芝 演播 说书 潇洒 潇洒 望着眼前那个像孩子一般受了惊吓 而被自己卷缩起来的 孱弱的小姑娘 拼命地告诉自己 不要想 不要想 可是脑子却自有他的主张 那些他们在一起的画面 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不能阻止 无法停歇 在要往妙见他 强坐镇定时的心痛 在知道他真实身份之后的愤怒 听到他昏讯时候的不甘 知道他家出事之后的焦虑 自从十六四之后 他从来没有这样不求回报的 去关心和帮助一个人 还有那些被他忽视的情绪 见面时的喜悦 分手后的思念 不能见面时的狂躁 一点点 一滴滴 一丝丝 一缕缕 都在告诉他一个消息 一个让他万念俱灰 却又不禁越越欲试的消息 木青 潇洒目光灼灼地望着沈木青 轻轻地道 有人把我推荐 有人把我推荐给了曾菊 沈木青抬头 如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的小鹿一般 茫然地望着他 潇洒表情淡淡的 却不禁屏住了呼吸 沈木青 有人把我推荐给了曾菊 他想找个文笔好一点的知识 你说 我是留在武军都督府 还是去甘肃 目光中有蜥蜴 有迟疑 有忐忑 还有痛苦 电光火石当中 沈木青突然明白 这是试探 聪明的潇洒 很快理清了自己的情绪 在试探他 他不禁细细地打量着他 紧紧地拽成个拳的手 微微颤抖的唇 僵硬的身躯 都在告诉他 潇洒在等着 他的期望 沈木青 垂下了眼脸 圆润的指甲 深深地陷入了掌心 而不觉得疼 他缓缓地开口 我听老爷说 曾菊是百年难见的天才 你如今还年轻 还有时间 还有资本去失败 潇洒闭上了眼睛 他怕 怕看到那双如清风明月般的毛子 怕看到毛子当中 自己那局促不安的倒影 更怕自己会忍不住出言辩驳 而让自己那龌龊的心思 在他面前 在他面前一纳无遗 自己到底在渴望些什么 难道把他也脱下水吗 念头傻过 心竟然如刀脚般的疼起来 为自己的无能 为自己的无力 为自己的无为 可沈母清那清脆的声音 如水银般的无孔不入 说出来的话 像盐一样的洒在了他的心田 淡宿虽然苦 增举虽然公平 你去了 却可以学到很多对你有用的东西 武官不比文官 升迁着处全靠军功 是一刀一剑地拼出来的 不到前线去 总不能理直气壮 你不是想名流青石 配向太妙吗 大周王朝没有军薰 不得封王拜侯 你是知道的 原来痛到极致是麻木 潇洒的嘴角轻轻地翘了起来 在这个女孩的身上 尝遍了所有的憎怒哀怨 有一天 会不会忘记的 能不能忘记的 车后的雕花格闪 如沙一般地被轻轻吹起 潇洒双袖挥舞 如一只白鹤一般地冲天飞出 记了灶神就是除夕了 转眼间就到了正月初九 沈木卿请王文慧 蒋双瑞 梁又慧 冯氏的几个表嫂 还有冯婉青 富华公主 及叔伯的几位轴李过来玩 虽然不能大宴 好歹过来坐坐 过年期间 又有过生辰的借口 除了冯府的大表嫂 又在家里招待客人 富华公主说身体不适之外 其他人都到了 大家聚在蝶翠院里 太夫人那边 还有几个年长的轴李 和冯氏坐那一会儿就走了 同辈的一群女眷 好不热闹 豆排 头壶 吃酒 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天 到了晚上 沈木卿请大家住下 明天是又会的生辰 可不能厚此薄笔 王文慧也道 住的地方我可都收拾好了 就在又会的新竹院 又偏僻又清静 不用在长辈们的眼皮子底下 大家听了都有些心动 除了两个阴道败落 而有些畏缩的书博轴李 其他人都留了下来 梁又会是熬不得夜的 沈木卿好说歹说 把他留在了蝶翠院 自己和一帮轴李 移到了新竹院斗牌 他和冯家三表嫂 五表嫂 还有一个被称为六嫂的 书博轴李一起斗牌 冯婉卿坐在沈木卿身边摊着 平日里亲戚肩斗牌 沈木卿很少参与 上了牌桌 手脚慢得很 偏偏手气又好 不到一个时辰 桌上已经堆了一大把的碎银子 三表嫂就有些沉不住气了 抱怨道 木轻 你手脚快点不行 沈木卿嗷了一声 手里的牌拿出来又插进来 反复几次终于打一个一锁出来 桌上其他的三个人都替他挤 剑牌打出来了 就松了一口气 七桶 九锁 三案很快丢了出来 又轮到了沈木卿 摸了一张牌插了进去 他来来回回的数了好几回 然后展颜一笑 把牌倒了下来 大四喜 唉 其余三个人长须短叹地给钱 三表嫂就朝着站在一旁指挥 丫鬟媳妇端茶倒水添碳的王翁慧 使了一个眼色 王翁慧 民贼一笑 走到了三表嫂身边的景物坐下 三表嫂的手气怎么这么差 我来看看 刚起了几手 钉向来顶道 大少奶奶 太夫人那边的牌快要散了 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三表嫂忙拉住了王翁慧的手 等会儿等会儿 打完这局你再去 王翁慧犹豫的片刻 气到不用 只是要吩咐厨房的 给太夫人那边备好宵夜 沈木青听着起身 要不我带大嫂去看看 大嫂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的 也应该坐下来歇歇才是 六嫂忙拉了沈木青 不行 赢了就走啊 沈木青眼睛一转 把身边的冯婉青拉了过来 要不让五表妹帮我打 三表嫂望着沈木青面前的一堆碎银子 一叠声地道好 冯婉青今天在沈木青面前浮堤作响了一天 要不是平日在家里就这么站着 只怕早就受不了倒下了 不不不 冯婉青望着那堆碎银子 推脱的道 我 我也不会打牌 不会打牌 三表嫂可是很热烈地盼着冯婉青上桌 自己好换换手机 不会打牌 刚才告诉沈木青 笑道 你就打吧 我这迎来的钱不输出去 我们今晚谁都别想睡觉了 冯婉青哪里不清楚自家唐嫂的脾气 不上桌也是怕输了沈木青迎来的彩头 而惹来责怪而已 现在得了沈木青这句话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笑着坐到了沈木青让出来的警务上 我打得不好 嫂嫂们可要手下留情了 三表嫂见沈木青带着两个丫鬟走了出去 眼睛一转 笑道 你们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 冯婉青的脸立刻飞红 好了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放完毕 叔叔感谢您的观看